德国一名青少年为了赢回前女友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根据DW报道 这位18岁的女友 是居留在德国西北部 费西塔镇居留所的一名犯人 最近才在电话中跟男友分手 因为实在太想要跟女友谈一谈 这个痴青男子用灯杆 攀爬上高近4公尺的监狱围墙 甚至为了避免勾到带刺的铁丝网 还半裸着身体 他一路爬到居留犯人的建筑 接着就爬到女友牢房的铁窗 监狱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他 但他却拒绝爬下来 消防队需要用云梯才有办法 把这位固执的老兄带下来 经历这一连串特技演出后 心碎的男孩受了点轻伤 目前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赢回前女友的芳心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闯入监狱的行为将使自己陷入麻烦 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不照着正常流程 在可以探视犯人的时候去找前女友呢 哎呀现在的小屁孩呀 你不知 你不知 雷